好欢迎欢迎理财生活通在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当中呢很开心跟大家来聊聊法律相关的一个问题特别是要进行一下家里如果有身心障碍孩子的话那么信托的一个议题该做怎么样心理上面还有这个策略上面的一个思考跟布局啊先欢迎一下我们的好朋友恩典法律事务所的主持律师苏嘉宏苏律师苏律师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好今天听说又有带礼物给我其实我觉得今心情我有点点不太好哎真的吗因为我你没有发现我的我的耳机哦小白不见了小白不见了小白坏了真的哦哎呀你早说嘛对不对我有啦我有我有早说不然我今天的惊喜也许就是红色的没有没有没有我很喜欢我那小白啊对其实我那小白是费用他们送我的他他他他他知道他跟我以前一个同事送我的对啊因为我很喜欢小白嘛可是小白断了 我跟你讲我用到什么程度你知道他们已经送我两只小白了哦真的然后已经用到他都脱皮了所以有时候我带的时候因为他就是其实他生意非常好然后用到脱皮的时候我有时候头发都会白白的他们就有我长白头发就不是可是他昨天就真的断掉了哦对没关系这爱没有没有断没有断爱没有断对爱没有断对对对他不会那个所以今天有带两样东西 嗯一样东西会让你嘴巴很开心的一样东西会让你手很开心的嘴巴很开心一定是吃的哎很厉害呢那你要先拿哪一个啊你要先拿哪一个就他嘴巴很开心好嘴巴开心的来明明姐这祝你这个哎吃到了几天的那个情人节哎对耶祝你情人节快乐对对对对这是好吃的蛋糕他是用新鲜的水果去做的这个蛋糕哇对这 他当好体贴啊这一个一个的一个他像珠宝一样他要用珠宝来心情来做这个这家好吃啊这家好吃啊这家好吃啊我知道这家啊对对对这好吃又贵又好吃啊哈哈哈哈哎有人是贵又不好吃对可是他是又贵又好吃对我就觉得我第一次吃上他的东西爱上他了所以我觉得要跟你们分享哦嗯对这个好而且是四种不同口味的真的好感动哦对对对对你喜欢什么口味啊呃都好那韵芬姐要先选然后直接下是废荣再选哎好吧因为这两位 这两位都是哦非常感谢你们嗯对让大家很多有好的这种方向因为我觉得从韵芬姐身上就觉得说很多事情真的要多多做不要只想自己的事情有时候想想别人的需要嗯好那我们可以如果可以在别人需要上面我们有有一点点小小的贡献那我觉得这也是很开心的事情嗯可是我们要感谢你啊每次来我们节目就带给大家这么好的一个资讯啊那我没有没有没有真的是这点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微不足道嗯但我觉得真的很开心 所以为什么我也是也是另外一样礼物也是路上不过这一定都是下半段才能送的哈哈哈哈哈欸所以是怎样啊要那个say一下是不是还是随便都好啊啊你你决定哦你要现在哪也可以你要你要那个在晚一点好让晚一点好我也觉得晚一点好了对对看人数没有冲通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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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是我们是我们是用礼物来冲通人数我们不是用那个我们专业的知识啊我们专重要的讯息跟大家的那个 真的真的 是啦 就是我刚刚这个 我本来只有准备蛋糕 但只有在路上 我就发现 哎有一个东西 你在路上买的啊 对路上买的 嗯 你也很爱买的 不是啦 是你爱买 还是你母亲爱买的 有感动啦 有感动 就是已经跟今天主题 我就嗯 这个跟主题 那突然就是觉得 本来就 本来我自己 早上上一个通告结束之后 就本来赶过来这边 然后就哎 我就 我的事务所同仁 说哎 所以说你吃饭了没 嗯 我说哎对哦 应该吃个饭 吃个饭之后出来 然后就有一种感动 就去去买了这个东西啊 送给你 哎可是这样不是吃的哦 不是吃的啊 哦 是手会 我刚才说吃了 已经已经送了 哦 哎是手会很开心 啊这很讨厌 这看到这我都好想吃 哈哈哈哈 对对 我真的超想吃超想吃的 好 我们今天晚一点好了 我们大概 我们两点来开讲 因为我们两点有那个 我们有中间休息的时间 哦好 没问题 那我们两点来开讲 好不好 那我们啊 要先跟大家谈谈了 就是家里如果有身心障碍的孩子 或多重障碍的孩子 不管是就是我们 我如果待会我们谈话的时候 我们有讲比较不健康 请大家也见谅 因为这是比较容易 区别的一个方式了 其实每一个孩子 我觉得都有上帝的恩典在了 有他自己带来这个礼物了 有时候我在谈这样的话题的时候 有很多的妈妈都会说 你这样讲我很伤心啊 那其实有时候是我们无意的 因为我们常常会用健康跟不健康来区分 嗯对有时候 对 有时候就好像我们在谈法律一样 你就说哇 你法律有没有血有没有累啊 其实法律他真的没血没累 不是他就是个规定 嗯所以有时候他不是血泪 他就而且法律又讲求那种定义清楚 对 那你要定义清楚就难免就会不舒服 嗯 有时候谈法律会让人家谈到不舒服是这样 所以那我尽量我尽量避免 让那个法律的这种尖深 尖深或尖酸的一些一些角度 那那不那有时候也不得不了 有时候谈法律他就会 他必须要直接 啊针对这个事实 嗯 那所以这真的请大家做见谅 对对对 好 那我们待会就是会跟大家聊聊 如果就家里有这个 呃身心障碍的孩子 比例很高哦 真的比比例很高哦 真的 真的超乎我们的想象之之之外 真的因为其实做这集节目 我那时候刚呃 我刚接到这个题目的时候 其实我有点 因为可能在忙嘛 搞不清楚说这个真的很多人吗 嗯 那我结果昨天晚上仔细一想还真的 我以前家里的楼下 嗯 啊很久以前家里的楼下 嗯 跟隔壁都是 啊那个那个呃隔壁邻居的 应该算是哥哥啦 嗯 对可是他以前小我很小的时候 他就是看起来是哥哥 嗯 那可是我现在慢慢长大 他说慢慢他就是停在那个状态 嗯 他就没有没有另外的在长大 那我觉得他的父母亲 这个教得很好 也有点有礼貌 然后也帮他找了出路 他有一些 他有他也他也每天去工作 哎 他他年纪比较大了 那现在我在路上 前一阵子在路上碰到他 嗯 我就发现说哦 真的是 他的爸爸妈妈真的很用心的照顾他 嗯 那所以我要讲的是说 其实在我周遭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 还有我今天早上也是 呃也访谈了一位 这个妈妈嗯 他也告诉我说他的心路历程 啊这是我的好朋友 他说他家也有这状况 他知道我要讲这个题目 他还特别分享他的心情 嗯 所以我就发现说原来这里 有很多背后很伟大的故事 因为我发现这些妈妈 这些爸爸为了孩子 他是这么用心的 然后我也看到这种有好的成果 嗯 哦就是我的邻居 真的好成果 我很难想象你知道吗 就我如果查的数据没有错的话 我们身心障碍人口的话 有120万人 可这不是只有120万人 你要乘以二乘以三 你有父母还有手足的问题 你看会影响多少人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好不好 我们进一下广告 待会继续再跟大家做分享 哎他们都说你今天很甜 哦是因为很甜是因为送这个 哦哦哦哦 因为他们说说 苏律师很甜 哦谢谢 谢谢感谢感谢 对希望带给大家甜蜜一点 对就是我一直觉得 要调整一下 律师的 你看现在苏律师说话特别甜 赶快上线感谢一下 哦谢谢谢谢 法律是冷的 人心是热的 对啊因为有一次 我就用了一个不健康 然后就引起一个妈妈 对我当然会 他就直接这样讲 我他说你这样讲 他心里很难受 那当时我会觉得说 哦我只是分辨 对对对 就像我自己去复健的时候 因为我那时候腿不是受伤吗 然后医生 复健师就问我说 哪一个是健脚 对健脚 然后我就想说 嗯他比较健 我右脚断 我说他比较健 结果他就说不是啊 是健康的脚 那我就说你为什么不问我左脚跟右脚 对对对 他说每一个人你是右脚 应该是左脚 对 所以他只会问你残脚跟健脚 哦 所以一定有一个残脚 所以我这个不是健是残脚 健康的 健康的脚 哦对因为 你看复健师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真的我觉得因为我之前也断过腿 就是真的 对对对对对 我骑重机这样登 对对对 没有骑重机 骑重机啊 有没有穿皮裤啊 哎那天有 还有盘皮靴 还有穿皮靴 皮靴 所以还有穿皮靴 所以骨头是裂开 嗯 所以就有两个选择 是开刀或者打石膏 嗯 那时候没有想太多 就是就开刀了 对啦 所以就住了六天 对 可是我医生没有问我健脚这个问题 哦因为我去复健 哦你是复健 是复健师问我 哦因为我 我想可能我开刀是比较明显的 对那他就问我说哪一只脚很健 哈哈哈哈 他哪一只脚是健脚 我说嗯这只比较健 对 所以真的你有拿过拐杖的时候才知道 所以我可以体会 我们自己拿拐杖 真的以前 以前没有 没有这样经历说好 就是脚没有断 很难体会 要学 对 那时候 那个拿拐杖要学 对 那个医院都会有那个复健师来教你啊 对而且我还差点出导 哎对啊会出去了 会出去了 对啊 对啊很危险 那不会用很危险 嗯真的 嗯 好我们持续要给我们啊 这个苏家红苏律师来聊一聊了 因为我们刚讲过了哈 就是我们看到的有统计是120万人 这有没有让大家超乎想象之外 而且我刚讲过 120万人有身心障碍手册 对那有一些还是轻症 就是说他可能过动或自 呃自闭 然后另外就是我刚讲过 你可能要乘以二乘以三 因为父母亲要照顾 或者有手足的一个问题 所以他影响其实很多哎 很大 真的影响非常大 嗯 而且我想这些 那个心理压力有时候是 我们难以想象的 嗯 因为像像爸爸妈就觉得说 嗯 就很想把他照顾到 嗯 照顾到 好 这样也不太对 嗯 就照顾到能够完全独立自立 嗯 自 就是他可以自己 自己出门 然后自己 自己做一些事情 甚至 有贡献或交朋友 其实 其实父母亲是这样期待的 嗯 可是有些因为 状况有些比较严重 嗯 有些中度 有些比较轻度 嗯 所以有些不同的状态 但是 嗯 我就今天我访谈一下 那那个妈妈跟我说 其实有些重度的 你不要 你不要放弃 嗯 因为他至少 我们可以让他自理 就是很多事情 平常的东西可以自理 嗯 那那中度的部分 其实有 现在有很多福利机构 嗯 要让他们去 可以去工作 嗯 那工作呢 就是说中度的话 是至少有part time 现在有part time的 让他做一些 那个呃 一些清洁啦 或者说一些烘焙啦 嗯 或者是一些东西 他可以就是 他也会觉得开心 嗯 那他又跟我分享说 那当他的小孩子 去工作的时候 嗯 其实他发现 他小孩子好像 有点开了 嗯 那种感觉是 开了眼界 开了视野 嗯 他是会有那种感觉 他说 因为本来他 爸爸妈妈照顾得好好 就在他们自己的家里面 照顾好好 可是当他 当他走出这个 呃 爸爸妈妈 还是要让他 因为他把他当作是 我们是一般的孩子 没有差别 对对 他只是有一些 一些啊 天赋的不太一样 那所以他去 他学的时候 他也认识到那边的朋友 嗯 也认识到老师 嗯 认识到这些 呃 不管是公家 或者志工 或者都碰到之后 他也发现说 他自己有看到 那经过辅导之后 他有做到一些事情 哦 他会快乐 嗯 他又 他会把一些东西 弄得很好 又快乐 嗯 那有的事情 我今天 呃 他又又去另外一个 这个公益机构 好 那我就 那时候我也在听他们分享的时候 他还说 哦 他说你知道吗 其实很多人都不了解 这群很可爱的天使 嗯 但有的不 你不了解他的时候 你就 你就会用其他的角度去看他 嗯 他说有的 有一些人 哦 他可以 他可以做服务 嗯 他可以做服务 那说 那我就说 那怎么做服务呢 嗯 但是比较状况好 可以 可以帮你点餐啊 然后他说 那当然他说 你要知道 他们的点餐方式不一样哦 嗯 例如说今天我跟韵芬姐 费荣跟另外 我们四个人去吃饭 嗯 那么点餐 哎哎你们好 那你们四个要吃咖啡红茶 哎那我们就 呃 韵芬姐你要什么 然后苏律师你要什么 费荣你要什么 啊另外朋友你要什么 通常是这样点完 嗯 进去 再把他这个拿出来 或拿出来给我们 对不对 嗯 那他们不是 他们是这样 嗯 韵芬姐你要吃什么 韵芬姐要吃红茶还是咖啡 嗯 韵芬姐说要咖啡 那好 他就先他就先离开了 他去把他拿一杯咖啡给你 哦 然后这个这个苏 苏家红你要吃你要吃什么 你要喝什么咖啡红茶 哦 我要冰咖啡 他就进去拿 他就一个一个做 可是你慢慢发现说 其实他们就 你慢慢去理解 一次他一次做一样 一次做一样了解他就好 对你要了解 嗯 所以有时候你了解的时候 你就发现 这个上帝创造人是很奇妙的 嗯 对 我们要看到他不一样的 这个逻辑跟思维 就是表示 上帝创造的事情是很 很奇妙的 那当然有些东西 我们一般人在 这样复杂的社会里面 总是父母亲有些担心嘛 就希望 不管是 呃一般的 不管是任何人 应该这么说 不管是任何人 嗯 父母亲都会担心 爸你看我爸妈 也在担心我耶 对啊 对啊 我妈到现在还在担心 我就跟他说 妈我都几岁 他说 你就是到八十岁 还是我的女儿 哎呀没办法 我这辈子他感觉到 比他管很久 对啊 就是担心嘛 就是很多担心什么 担心啊 他被骗 嘿嘿 这被骗 这个你说律师 你会被骗 哎呀怕晕喘了 哎呦对啊 是不是 对啊 哎呀每个人都有弱点啊 哎呦 哎呦是不是 你试试看 你敢你试试看 不敢不敢 我们听众朋友 一人吐你一口口水 你就淹死你 对对对对 所以不敢嘛 对不对 所以每个人都有他的弱点 但是没有个人 每个人都需要保护的地方 那所以有时候你说 哎那有些人真的容易 呃被人家散动 或说今天他搞不清楚 哎你是偷他钱骗他 哎那前辈 A走怎么办 哎没办没有关系 现在我们要了解 法律保护你 对用什么样的法律方法 可以让父母亲比较放心 哎放心子可以保护他 让他不会 哦他的钱被 整包被宽造 哎就是怎么样 卷走 对 哎有的担心说 啊我今天把钱放在你名下 啊就是把你 别人会把你的 名下钱给卷走 嗯 哎你知道吗 其实有很多家里有障碍的孩子的话 嗯你知道父母亲都跟我讲一件事情 就是他们最担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如果我走了 嗯 那谁可以来照顾我的孩子 对 所以这照顾的问题该怎么办啊 照顾问题是 我觉得是要分两个阶段 嗯 在照顾的时候 永远要让自己的孩子 因为毕竟是这样讲 我们从法律来看 嗯 照顾他的责任 原则上就是直系写亲 那时候他是小小孩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往上看 是他父母亲 嗯 他的父母亲就是他 法律上照顾的义务者 义务 那那个小孩子 他有这个权利 啊我今天就 很多事情需要照顾 所以 所以爸妈妈就要照顾他 嗯 所以义务是这样 所以我要让周遭人知道说 啊这是我的责任 嗯 为什么要这样 嗯 法律这样讲呢 我的责任 那接下来说 那当然我们父母亲到 大概到40 小孩子40岁的时候 差不多有个临界点 你想小孩40岁 嗯 父母亲大概多少 大概是60到70 60以上了 嗯 对 这时候父母亲也面临到一个阶段 是他自己也需要受照顾 对 所以在小孩子 我们把它分一个临界点 40岁之前 嗯 小孩子照顾 呃父母亲 不好意思 就是你 就是我们就好好的把它 让他变成能够独立 智利 嗯 然后帮他想出 我们要帮他设计一些 生活上的智力 生活上的智力 好 包含你做重度的话 就是就生活智力嘛 嗯 中度的话 培养一些工作的这个呃技能 让他做part time的 那如果如果轻度的话 嗯 让他可以全职的 那在40岁之前 尽量能够培养这样状态 那40岁 这还有就把法律上 你担心他钱被宽 哎 卷走 对对对 那你就要设计法律的制度 哦 这第一个啊你要你担心 他没有地方住 你要是哎 要设计法律的制度 让他可以住 他住哪里 那40岁之后呢 当然因为我们自己 也面临到被照顾的需要 嗯 接下来就要参与我们 呃这个新朋好友当中 寻觅 适当的这个照顾者 嗯 那如果你经济能力许可的时候 那对这照顾者 也不能太吝啬 哎就是你哎 有时候我们都 我们的我们反而是要 这个你提过很多次 我觉得给我很大的一个嗯 嗯 提醒 对对就像说如果我们自己是照顾父母的人啦 也希望就兄弟姐妹对这个主要照顾者 你给他比较多的钱 对他不会觉得委屈嘛 对就是这个平衡就是 我就是不要把一个你的担子哈 压在另外一个人身上 嗯 因为这个事情有点 说得 两个方面了 一个部分说公平就是 哪边的办法就是自己家人嘛 嗯 嗯那另外一个方法对另外一个人 如果单纯就把你的那个责任 直接就哦就给你嗯 那那是不是另外一个人他的生活 跟生命反而会受到 不是不一定有这么正面的影响嗯 所以我就把他反思说哦 那这样照顾者的他在这里面能够得到 得到什么不一定是金钱嗯 或是得到一些意义在 那如果这样情形下 那这样会得到一个平衡 我再回过来就说 在40岁之前尽量做法律架构 40岁之后赶快 小孩或者小孩哈 就是在40岁之后赶快寻觅适合的 那这个适合的照顾 现在比较宽一点 就是你可以呃 当然有自己的孩子啦 或自己亲友啦 我们在寻觅一个适合的 那我们用适当的法律制度 来去保护他和照顾他 那这样的话 就会变成至少达到 我们可以控制的平衡 待我们来讲一讲哈 就是说如果要透过法律的架构 应该怎么找 因为亲友 亲友可能年纪还是比较大一点 那手足 手足又有人生命当中 难以承受之重啊 对 对 有人还因为这样无法结婚 对 无法娶妻 无法嫁人 这个案例很多 我们在网路上看一堆案例 这该 这无解啊 我不知道该苏律师会该怎么解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先休息一下 对啊 我们待会来参谈这个问题 好吧 没有问题 真的 很大学习 嗯 所有事情都是要在用上帝角度来看 是最最最最最难的 因为我们是人 嗯 就是 玉辩姐刚才提醒的很好 就是说呃 上帝看一切都是好的 哦 我们都很难接 我们很难接受对不对 对 有的人坐监犯科 嗯 有的人伤天害理 嗯 那那有的人怎么样怎么样 我们就觉得哦 那个好像 可是上帝看一切都好 我觉得哦 这个好难哦 好难哦 好难哦 真的好难哦 真的好难 但对我觉得就是人生就是有很多不容易的就是这是很不容易 嗯 真的嗯 嘿 所以我们还是要酸小白不在了 你会期待是小白还是小红 哈哈哈哈哈哈 没有没有 我有我家里有啦 我家里有我家里有啦 哦对 所以我只是忘了带来 然后对啊 嗯 哎呦 贝勇你可以选一个 哦好呀 你要什么口味的呢 我要 有什么口味 有柠檬的 嗯 我要柠檬 我就知道 你看我第一个就问他 哦你喜欢柠檬哦 嗯 哦 法式柠檬 法式柠檬 赞哦 嗯 真的真的 一定是 嗯 让大家看一下 真的 哈哈哈哈 你自己让大家看一下 柠檬 法式柠檬 两个哦 对对对 每个都只有一个好不好 你不要骗人 每个都是唯一的 超喜欢柠檬黄 我知道 我那时候结婚的时候 哈 就一定 我就一定要找一件这个衣服 这个颜色 哇 柠檬黄啊 哦 那是有什么 对你来说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因为我觉得很漂亮啊 我觉得柠檬黄很 很亮 嗯 很好看啊 所以你的礼狐 礼狐 礼狐啊 礼狐 哎你是怎么啊 你的礼狐 第二套敬酒的礼狐 是这一支 哇 那应该很好看耶 很红色 应该很艳 很出色 真的 嗯 就黄色啊 而且这样的话是 我看很少人 就很少人 都是 那要嘛就蓝色 要嘛就红色 白色 很少人黄色 我看吃起艳 第二道 红色 对红色最多啦 红色最多啊 真的啊 对啊我们古早 像我古早就是红色 哎呀 古早都看到红色的 对啊 我都是平不老的 因为我们没有结婚啊 嗯 哦 就一次 这一次一次 避其功与异 嗯 这样很好 真的是 那下次是不是可以穿过来给大家看看 等到再婚的时候 哈哈 不是 不是 是说 是说可以 就是跟同一个人再度 就是 办个那种纪念的婚礼 对纪念婚礼 请大家 哎有些也蛮流行这个啊 六三十年 三十周年 就重新再试约一次 重新再试约 之前 本来要去造全家服 后来疫情 两年前 哦 又造了全家服 我觉得蛮好的 那哪一家蛋糕 珠宝盒啦 对对对 对 珠宝盒我也蛮喜欢的 对对对 嗯 珠宝盒 珠宝盒 对啊 所以就每样都很不一样 嗯 就下次你就穿黄色啦 给大家看 他穿的 他穿的 蛮好看的 就是那个我们后面logo的 这么黄啊 嗯 我那件很黄 哦 真的好看一点 也就是那时候年轻敢穿 现在谁敢 哎呀 我们都老了 我们都穿红的啊 我们都穿整个大地球 红的 红洞洞的 哈哈哈哈 哎呀 对 所以等一下哈 等一下再来看 手会开心的 哎呀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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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等一下 一门也做好了 之后再拿出来 我觉得 我觉得最好笑的是 以前我去一个 憨儿的那个 那个餐厅 对 好 那我们都很喜欢去 然后他也是 他会到 他就说 你好 请慢用 嗯 对 他就会帮你送餐 他说请慢用 然后我一个朋友呢 就问他说 哎 请问洗手间在哪里 他就嗯嗯嗯 带他去 到了洗手间面前 他也说 请慢用 哈哈 然后我朋友就忍住 你知道 后来我就说 哎 洗手间在哪里边 他也带我去 他就说 请慢用 对 可是我会觉得说 还好我们都有忍住 不孝 对对对对 对虽然很好笑 你到厕所还要请慢用 很进责啊 他很进责 而且他一定要带你去哦 对啊 比方说 要是问路 前面左转右转 我们就知道 可是他因为带你去 以前 就人也要忍住啊 有时候是这样 就是有时候我们觉得 这个 哎他怎么这么的简单 嗯 可是有时候我们也 就是我们有时候太复杂 晚上睡不着觉 嗯 有时候太复杂会想太多 睡不着觉 嗯 有时候反而我们 要欣赏这样的简单 嗯 就是他 他反而很简单 他就只是这个 他生活中或生命中 他也能够只能 只接受这样的简单的讯息 对啦对啦 他的人生也就很简单 嗯 所以有时候 有时候什么是 像我们这样 我说我最近睡不着 真的觉得 我有时候 想东西想太复杂了 哎太复杂了 可是想 这想太复杂了 又睡不着觉了 真的 你看二三十年前 二三十年前我没有手机 也是每天这样 对 是啊 是啊 对 可是现在每天 好焦虑的讯息 哦 最近很焦虑 很多事情要 我看到一个很可怕的讯息 啊 什么讯息 他说有一个女儿 他逢青春期 然后没有分辨能力 但父母亲在做生意 担心女儿 所以到医院去抢求医生 把女儿的子宫拿掉 医生不愿意 医生当然不可以这样做啊 对啊 当然不可以 而且这是女儿的 身体 所以在医生来讲 他大概也不可能同意了 因为他这样 你看以前 我觉得因为我们 我们正在文明 你看有很多那种落后的国家 他是把女性的那个缝掉 因为他怕你被性侵 对 你知道吗 那个我觉得很 这很 很恐怖 这对 我觉得父母亲 不可以要求这样子 对 真的不可以 而且还有法律的议题 对 对 所以我还说 我只能讲法律议题 那就是刚刚讲 这个就是重伤啊 你把 这个法律上很简单 对重伤看 就是你把机能弄坏了 永远不能回复 叫重伤 机能弄坏 对啊 我是你父母亲 我都不可以这样做 医生当然也更不可以这样做 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不可以 不可以不可以 不可以 好这里是I La Radio 中央流行网 欢迎再回到 理财生活通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现场 我们现场的特别来宾呢 就是我们恩典法律事务所的 主持律师苏嘉宏 苏律师了 我们今天一路跟大家来聊聊 家里如果有身心 障碍孩子的信托议题 但我们希望透过法律的 保障的方式 透过法律的一个架构 能够照顾到我们真正想要照顾的孩子 特别我们又认为说 他在整个的社会环境当中 是比较弱势一点点的 我觉得这个压力会比较大一点的 那 我们刚两点忘了开讲 没关系啊 你现在开吗 不然什么时候开啊 我怕你等到三点才要开啊 你是放口袋啊 放口袋 因为在路上的时候 我本来走过去了 但是我发现有个很深的感动说要要要要一个一张是给云门姐 一张是那个听说他说这是最新的 这个叫疯狂吐钞鸡 跟一个叫钓鱼高手 哈哈哈哈 云门姐你要钓鱼还是要疯狂吐钞鸡 我当然要吐钞鸡啊 疯狂吐钞鸡啊 那钓鱼就给废龙啊 哦 给废龙啊 好好好 他说这最新的 我说啊不管怎么样了 反正我就我本来走过去 听听讲 你是有看到身心障碍的在 在买吗 他是不要不要他应该这么说他是需要 他是在卖的 对他是对 对对 我现在不知道怎么说 有刚才节目开始有想说请大家一定要那个 对原谅我们 对原谅 对对我就说他他觉得我就觉得 哎我走过去突然有一个感觉说 嗯 哎我应该要买 啊买来送给云门姐 是这样 嗯 就这样还有废龙 还有废龙 对所以所以就买了 对所以我就想说哎 那就去买了 然后就问他说哎 这个这个怎么卖 他说有100 200你要哪一种啊 那我说那我要买200的 200的两张 他说这两个是最新的哦 哦比较容易中哦 哈哈哈哈 我就中了 那结果掏一掏 哎 我有一张500块 我说好吧那这样 我那个100块 他以为我要改成100块 我说不是不是 就是我再拿一张100块 哦 我还有一张100块 所以你还有暗卡一张吗 暗卡一张 对对对 暗卡一张自己的 哈哈哈哈 对所以我想说啊那就这样 看看说 因为我觉得这个 我我以前也不觉得说 我不喜欢买彩券 因为为什么 我一定不会中 嗯 因为因为我姓苏嘛 哈哈哈哈 逢赌必输 哈哈哈哈 对对 所以我不能赌博 我不能赌博 我知道了 所以我不会 所以我知道我可以 我可以分享 我可以送给别人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嗯 所以我其实我 其实我跟他买 我自己也很开心 所以其实我 我自己蛮开心的 嗯 对 一门姐怎么样 结果如何 有疯狂吐操吗 你看我的脸 啊那太棒了 就可以知道我的答案吗 哈哈哈哈 你的脸就是 未来上帝会给你 更多的钞票 哈哈哈哈 不是这张给你钞票 是上帝会 祝福你更多钞票 其实我要恭喜 那些没有中奖的人 因为上帝会给你更多 这个数不尽的财富 有的时候财富不是这张 会带给你的 好不好 哈哈 恭喜 费龙 你有机会 你有机会 好不好 我就说来钓鱼嘛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呦 我就说你所谓开心一点 至少动一动动 动一动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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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说说 我有很努力 我有很努力 我有很努力了 我待会把它留下来 好 哎 那我们刚讲 没有开心 哈哈哈哈 好了 那我下次再努力 看看 那要适合照顾的亲友 或者是手足 你要怎么去评估呢 其实很难评估 对啊 就是其实也是要看 看自己跟这个 例如说你自己的孩子 有两个孩子 一个是比较 一个是比较单纯 需要被人家照顾 一个是他可以照顾别人 他选择性比较多的 嗯 那这样情况下 当然你第一个会寄望你的孩子 因为总觉得那谁最亲 就是自己孩子最亲啊 嗯 例如说 呃 姐姐或哥哥 本身是比较单纯 他需要人家照顾 嗯 那妹妹跟弟弟 他就会想说 他就是自己家人啊 不知道你找谁 对 对不对 那如果没有这个单纯 会可能找自己的家人 就家人或自己的妹妹啊 或是谁谁谁 那去做一些 但是你啊 你越找越远的时候 其实对方不见会同意 对 是这样 对不对 所以其实这样 因为你比较远嘛 嗯 那比较近的时候 接下来就产生一个问题 嗯 会呈现问题就是说 呃这个责任是谁的 嗯 然后你把这个责任交给他 嗯 他为什么要 他为什么承担这个责任 嗯 其实某种程度上真的 呃这个是好难解的问题 每一家人不一样 所以 所以我 我也在试图去 试图去理解这个问题 嗯 试图去帮忙想出这个问题 那我觉得从 三个方面来做处理 第一个部分是 当然 我们自己要想办法 保护这个 比较单纯的 这个小孩子 嗯 那所以我们当然用法律保护他 例如说 用信托 嗯 那说我的多少财产 例如说五百万 就是要 信 就信托给银行 嗯 然后今天呢 照一定 照这个一定时间 每个月就是三万多块 就是给他 给他照 在哪里 例如说他是在 某些中心在住 那他就 哎 就基本上 他就汇这三万块 嗯 那这三万块 他就解决一个问题 说 哦 那未来的话 今天我孩子被照顾的时候 我已经帮他准备好了 嗯 我帮他准备好这个本了 那现在呢 我在找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人协助照顾的时候 他不 他不是要 不是要像我这样 跟他住在一起 嗯 生活在一起 甚至点点滴滴 帮他打理 不是 嗯 可能就变成说 帮他看头看头看尾 所以我觉得这样概念是 跨头跨位 跨头跨位 就是说 这样的话 我们其旁边人家帮助他会比较容易 嗯 但是嗯 这是现在的这样会比较 比较会 比较取得中道 嗯 那时候律师 那这样有时候 嗯 很难去抉择怎么办 或钱没那么多 那 哎 对 你讲对了 钱多好办事啊 对啊 如果没有这么多钱 你怎么去 就是请他们协助呢 对 所以第二部分 所以为什么说 在40岁之前 你要 你要 我们要想办法帮这个孩子先先先做好一些什么事情 那要做什么呢 我认为第一个要学会投资理财 嗯 就学会投资 但你的钱可以变淡 你说啊 我这个就照顾他就花很多钱了 还投资理财 好 这很难 对 那第一个投资理财 那同样第二个方法 就是投资也可以用保险 帮自己买保险 嗯 因为我们人生就是这样 我们人生当到一定的时间的时候 可能就会毕业了 嗯 那我们也就担心我毕业之后 没有 我没有足够的钱可以照顾他 那如果我今天有买适当的 这个受险 就是棒大 棒大效果 早一点要规划 早一点规划 那你越早买的时候 你越 孩子有这状况 那你 你不是买孩子 是买你自己 有的人觉得 哦 我想办法 你都忘记 其实用你 还可以成就一些事情 嗯 所以在 你可以在你比较年轻的时候 就开始 为自己 先存一个保险 那这个保险 我都会建议说 有杠杆性比较高的 像我本身就会这样做 就是 像我是买的是 呃 就定期的 那有 是最便宜 就是说 每年付的 那有人希望终生 那不要 就是 真的是很单纯 就只有受险 那这个时候 你 你每年付的钱会比较低 可是 回过头来 万一这事故发生 会比较高 那这情形就会好 就是我没有那么多钱 可是我在我不在的时候 我这个钱 就可以当做保护 孩子的这个 就等于倍率杠杆 让这个需要照顾 他有基本底 那再加上一个信托 把这钱做一个信托的时候 哇 那未来这个钱 就可以适当的做孩子运用 所以某种程度上 我等于在 这个孩子40岁之前 我稍微做一些安排的时候 这个很重要 你这个时间点很重要 40岁之前 40岁之前 那其他的人要接手比较容易 不然你看 你什么都没准备 这是你哥 你给我专 这是我哥 可是我从小就会照顾他 照顾他 那我自己要 我自己也许他如果是女孩子 那我要结婚 那也许我的好男朋友 看到 怎么这样 他们会 有的会担心 有啊 我有一个朋友 就是因为家里有一个傲戒 他不敢结婚 是他会担心 对啊 对所以 这个傲戒 当然就是他 因为已经叫叔叔了嘛 显然是比他大的嘛 对 那家人啊 也都劝他们说 你赶快结婚 叔叔总有一天会 会不在嘛 可是这变是一个赌注耶 对所以 搞不好我也老了 对叔叔 所以有时候还是必要 就是在一些适当的安置机构 因为有时候毕竟我们必须要考虑 我们现在考虑点是周遭的 都一起考虑的时候 那这样最好 我们大会讨论人的问题啦 因为我们在网络上有看到 如果你是手足的话 如果你很小 你就要被迫成为你的小爸妈 我看到一个案例 我真的觉得很不忍心耶 他已经他已经二年级了 可是他必须要降级 为什么 因为他要去照顾弟弟 对对对 他在教室也没有什么用的 他只是他都念过了 而且他也没有状况 可他去照顾弟弟 那第二个就是 少年的手足他会叛逆 为什么你要照顾他 没有照顾到我 对对 然后到了刚刚比较成年了 我可以结婚吗 我可以生子吗 我可以过我自己的人生吗 对就是说 我没有想要成为他的手足啊 那为什么有法律责任吗 或者是有其他的责任会在手足身上吗 我觉得我们待会讨论一下 手足的问题 亲人可能还愿意 可是手足这个问题很沉重 该怎么样讨论啊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进一下广告 我们进一下广告 听歌啊 哦 歌耶 听歌耶 对啊 可是他们听不到 哦 听不到 那真的要听广告 他们说我今天穿绿衣服 绿衣服 所以会供估 哦哈哈哈哈 就这样 对 那我应该跟你换一下 对 真的吗 那我这样好了 我这张再给韵芬姐 不要 哎 你帮我看一下 我现在看不懂 我真的不会看 搞不好你中一千万 我哪有 这个是三百 对不对 他认一个你的汉吗 对重新的汉吗 但是应该有啊 那这样是不是就有呢 哎 应该有啊 是不是 因为他说 这个就是我的幸运号码 挖出个金额 其实该讲讲 对啊 你的号码 对啊 你有三百啦 对啊 三百耶 三百耶 是不是 哎 太棒了 赚耶 赚 耶 好那我来收起来 好你收起来 你收起来 因为我觉得费用 这比较 比较难耶 真的吗 他一直刮 一直刮 一直刮 他说 他说这两个 就是新的 比较容易中 哎真的 哦耶 耶 中了 三百 耶 我就会想说 嗯 到底是怎样啊 有啦有啦 我真的 你会不会看 我真的不会看 不过这样没有错 应该是这样没错 嗯 三百恭喜 嗯 银芬姐疯狂组超级耶 嗯 好的好的 耶 哎 信托可以用房租当信托吗 当然可以啊 可以啊 可以 可以 然后监护人 是啊 监护人 嗯 没问题 嗯 因为你不会看 你知道这个 我觉得我不太会看这个 奇怪 我觉得我对于这种 我都比较不会看 赌博的我也不会看 对对很好 然后我去那个赌场 我也不太会赌 对我也是 你也不会吗 不会 他们去什么压大压小 我都不会 我顶多就转一转那个 我告诉你 我觉得最后一个最会 过年的时候 以前我都不觉得那么好玩 你就去呃我太太的奶奶家 外婆家 嗯 那那时候 这外婆就会做妆 拿一个大碗公关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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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那讲西巴啦 对那个我看 那我那时候 我会那个最简单 最刺激 马上就来 哦 那个我会 这个我会 开心 最重要的其实不是金额 是心情 啊对真的 刚刮了半天没有 就觉得嗯 可以有耶 因为要看那个 要看下面 哈哈 我们两个真的不会 我们两个真的不大会 真的不会真的不会 然后我只会就是去按 我每次去那个赌博 什么澳门哪里赌博 我就在按按按 那个好位置就按啊 按他有就有没有 按就让他跑 就觉得很白痴 然后我就不会去算什么 他们去玩什么 德州扑克啊 我都不会 那我不会 然后他就说你压大压小 不会 就不会 我觉得没关系 就是我现在慢慢 我慢慢发现这样是好的 因为当你会一个东西 上帝很公平的 就是你会一样东西 另外一样就不太会 哦真的吗 但你说全才的话 就很可怕 嗯 对因为为什么你看 就是就是有一些俗语 很有道理 就是天度英才之类的 我们不是英才 哈哈哈哈 我是一般人 天度英才 对我们是一般人 所以我很开心 我们是天才 嗯 所以我觉得哎 OK 人生就是有一些 缺点缺陷哦 才是人嘛 嗯 很有趣 很有趣 对对对 我看看 我真的很 看看等一下这个 费荣他可以钓到多大的 其实我很好奇 你就一直刮吧 对我看费荣啊 费荣 你自己刮 投奖两百万元 希望你中两百万 均分了我告诉你啊 哈哈 如果中两百万 那你穿黄色礼服来 啊 而且帮你去玩 对黄色低胸 黄色礼服来 嗯 啊 好不好 嗯 这个再来办一次 哈哈哈哈 再帮你跟先生办一次 对 真的 嗯 哈哈哈 对啊 两百万 嗯 看 大家希望 开 帮这个费荣祷告 哈哈哈 两百万 对 真的 嗯 嗯 嗯 好 我们待会谈手足 然后还有谈就是 如果只是金钱信托 或房租信托 好的 嗯 好 我们持续跟我们苏家红 苏律师来聊几个问题 我们刚讲过就是说 那我不想当小爸妈 我也不想要就是照顾 请问一下 就是以法律上面 如果我是姐姐 我可以不用照顾这个弟弟吗 可以 哦 在法律上是可以的 回答太快了 没关系法律上就是这么的冷酷无情啊 因为因为妈 因为爸妈还在的时候是可以 哦 可是爸妈不在的时候 哎 就会是你了 所以啊 我们要分那个时间点 爸妈在的时候 就爸妈的 所以从法律讲人性 爸妈在的时候 为什么会一直哭 就是说 现在这个 因为大家讨 因为我告诉你 没讨论都是 自己闷起来自己想 哦 所以大家讨论的时候 就就要想出一个 40岁之前 爸妈先准备好东西 而且嗯 准备好东西之后 接着接着呢 对这个妹妹或弟弟 嗯 那就跟他教育说 这是爸爸妈妈的责任 嗯 他不是你的责任 嗯 哦 你还是可以发展 你的好的这个人生 嗯 那然而到后面的时候 需要你帮忙 我也希望你帮助他 他这样的感觉会比较是 有点难 可是我们至少说 这是我们的期待是这样 因为我知道父母亲很难 很难 很难 像我昨天就被狂扣啊 嗯 被我太狂扣了 为什么 你怎么还不回家 那两只做了什么坏事 对 我的大儿子又闯祸了 又闯祸 对对对 妈妈治不了吗 一定要爸爸回来治吗 对他会 他会觉得说 呃没有办法就是他有时候 有时候也不知道怎么跟他讲 因为小孩子毕竟六七岁 嗯 他他闯祸之后 他回来也很难过啊 嗯 他一直回来他闯祸了 然后回来很难过 嗯 可是他就觉得说 他也不知道怎么办 为什么一而再站一站 在在学校什么这样的闯祸 那这样的话 对 他就觉得 他就这样你怎么还不回 对 因为我就在开会 那在办公室嘛 他就 那最后回去的时候 还发现说这样 那就是那个心情 那个 这种心情是很难的 你知道吗 做做父母亲 对啦 你想要 你想要帮这个孩子 可是你又觉得 其实对 他的弟弟 也希望他能够就是 就好好复杂 我也有时候很难去形容 就是说 所以他爸爸妈妈也想 把这样的事情 心情有时候 分担一些给别人 如果你的另外一半 没有办法接到这种 这种承担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全世界 就是你在 你会觉得很黑暗 就全世界都是你在 扛日责任 那所以 那有时候就会变得不小心 你也会不小心 就是你的另外孩子 就哦 你看你要帮帮妈妈妈 这个这样这样 那反而会 有时候就是 顾此思彼的 有时候顾此思彼 反而是会让那个 本来 就是他可能有另外一个发展 他反而被限制住了 所以 所以我才会觉得说 如果今天可以跟这个发展说 好 这是爸爸妈妈责任 这不是你的责任 但如果今天爸爸妈妈不在 说我希望你可以帮忙 这个事情 那爸爸妈妈会尽可能在 这事情我们做一些 做一些调整 那有时候不 就刚刚云芬姐 体验的例子很好 就是 哎 如果今天都住在一起 爸爸妈妈当然可以 跟小孩住在一起 可是问题是 手足兄弟长大之后就 是一定要住在一起 我有自己的家庭 对对对 所以其实还是要替他想说 40已经到40岁了 赶快住哪里 可能就是需要做一些调整的安排 不然的话 这样的话 才会让 其实才会让这个孩子 更提早 就是我们讲讲 轻中重度 他某种程度上都要让他独立 轻度就要让他弄到是 他去上班 他可以有 routine的上班 就跟我那个邻居一样 我觉得他可以 他可以 routine的去上班 他爸妈真的是了不起 小时候我不觉得 有什么了不起 可是我现在觉得 哇好了不起 因为小时候我不懂事 我才几岁 那现在我觉得 他爸妈真了不起 到现在我看到他 他爸妈我不知道才在不在 但是我至少在路上看到他 我发现他是去上班的 他就去上班的途中 那当然如果说中度的话 就算是没有每天上班 那就至少在适当的 政府单位有一些 安置机构 或者是中心 他可以协助他 part time的上班 或居住的地方 这地方可以做一些处理的 那如果是中度的时候 那至少要生活治理 生活治理就比较不会有问题 那接下来我们就用法律去保护他 用信托去保护他 那如果你今天 还有一些钱 那房子 如果今天 他有房子 那住也不怕被人家拐走 那房子做信托 也不怕被拐走 信托就是 可能例如说信托的这个 信托期间50年 他已经40岁了 好那这是之前 再办个50年的信托 50年当中就是 房租的收入都归他 对都归归他 那房子收益也归他 这个房子 就可以有两个出租 那这样就不会被骗 被侵占 或者是被那个吗 机会 挪用 机会减小 就说今天他因为被信托 信托的就是把这个钱交给托管人去管理 那这钱被锁住了 就是像被锁在银行金库里面 那怎么样动用呢 动用是依照法律的规定 也就是信托合约的规定去动用 不是说啊今天我本人来 我本人到我就跟银行吵 我本人到 你就需要给我 不是 你本人到也不能给你 你本人到也不能给你 所以今天如就算他被绑架了 说啊绑架到银行去 拿了他印章说 我就是要我我我我就是要把这个信托解掉 就要盖账 不行 因为这是信托 不是一般银行的账户 所以银行是被受托管理 那他那银行是吞走吗 不是他银行就是依照原先父母亲所设定的条件 把钱汇给汇到这个呃 这个需要照顾的人的账小账户里面 所以他的就算是他被拿走 也是每个月 例如说三万块五万块而已 他不会整笔被拿走 所以也就是说今天 就算是你今天算是个大水库好了 这大水库就是有人去调节管理 那你你每他就按时间 他有这个水库管理员 一个月放水一次 他就不会说弄掉 但是如果说你是水库管理员 你一次就会把水放掉 嗯 毁出管理员他有依照法律的规定 信托法规定跟信托契约 他就被管制住了 他不能随便的开水 不能随便放水 所以所以这母粮田呢 会一直一直都受到父母亲一直的照顾 所以有人也说 说这信托就像是伸出坟墓的手一样 这父母亲就算不在了 还是在照顾他 嗯 那我待会想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说到底应该把这个信托的架构做好 还是说我所有的财产都给姐姐 但是你一定要照顾这个弟弟 然后来签跟姐姐签这样的一个信托 到底哪一个会比较可行 会比较可行 我真的很为难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待会讨论 对不对 就都给姐姐 或者都给 好 这个问题好问题 嗯 对 这个要混合办理 哦 对 不要压单边 嗯 嗯 就跟投资一样 嗯 跟投资一样 嗯 不能压单边 因为当然这次也是一个也是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好你今天信托了 那你信托可能大概是一部分就是给这个 单纯的孩子 对单纯的孩子 对对 那那你另外一部分大家照顾他 可是如果这个啊这个手足走了 当然另外的财产就是归另外的手足嘛 嗯 对啊 是啊 嗯 对这不容易耶 嗯 其实还有一个更 有时候不好讲的问题 但是真的会发生 你想想看 这么单纯的孩子 有的不可能结婚啊 嗯 那他不会有小孩啊 对啊 那如果他活得最久呢 嗯 那他留下的财产 全部 他也没办法写遗嘱哦 嗯 他全部财产就充功了 就充功啊 对啊 哦 所以父母亲留下的财产 留给这些人越多 充功机会越大 哦 哦 哦 那这要提醒耶 对对对对对 可是这东西 这多一个因素变成更复杂了 就是你要照顾他又要下到好处 就很难耶 又好难哦 所以这有时候书律师也无解 为什么 因为这个 无解 应该这么说 有解 可是解要太 那个耗费太大 所以一般来讲 很多事情是无解的 哎 除非你呢 百分之百信用 可是那花多少钱 不可能 不太可能 对 因为银行会收钱啊 然后后续你若不是亲族愿意付出就都是要收钱 那会麻烦 嗯 所以不容易 对 哎 对耶 这还有充公的问题 哦对 跟那个单身一样 一样 他就是单身 对 他也不会因为他身脏或怎么样 当然也不可能结婚 也有可能啊 不过大部分是就是有些状况是没有结婚的 嗯 很难啊 真的很难 而且我跟你讲照顾真的是 所以我也希望就是说机构能够成立 嗯 但台湾的机构又还没有这么的那个 有台湾有一些的机构可是真的还要靠自己 比方说我今天如果我死了对不对 那我家里的孩子有状况 那我就把我的钱就信托给机构 但机构你要承诺帮我照顾孩子 对不对 好欢迎欢迎理财生活通 我是向云芬 在我旁边的就是我们恩典法律事务所的主持律师啊 苏家宏 苏律师了 我们刚刚有提到一个案例嘛 那这个案例大概就是啊 他从小就要照顾弟弟还是姐姐嘛 那你刚刚讲他要降级去照顾他有一个自闭症的弟弟 那我刚刚讲了一个问题啊 就我们用这个来延伸下来的话 那作为父母亲的到底要帮弟弟来做一个信托 我还是说啊我把我的财产跟钱交给姐姐 然后跟姐姐讲拜托你好好帮我照顾弟弟 我觉得要混合用就跟投资的观念一样 就不要把鸡蛋放在铜盒篮子上 不用重压了 就是因为啊 因为如果说今天全部都 因为信托的意思是说 他的受益人就是这个这个哥哥 所以就哥哥 那这个情形下说 这个财产就等于是哥哥 只是说他他的给的方式是被限制的 不是假设说假设一千万 假设一千万是给他的时候 那只是说他每个月拿领五万块五万块 把他领到完为止 那这个整体上的利益还是属于这个哥哥的 那也就是说这个可能没有 但比较单纯的哥哥的 那这时候 如果说今天通通这样做 做的情况下 其实在法律上会碰到一个很困难的难题 假设 我这次假设 假设这个妹妹 先离开人生边毕业了 那这个世界 妈妈当然妈妈爸爸都毕业 这个妹妹都也毕业 都毕业了 那现在这哥哥 那哥哥也没有结婚 也没有小孩 那到时候这哥哥人生毕业的时候 会产生什么状况呢 就是这个以这个哥哥为中心 我们看这个哥的这个财产的进程状况 他爸妈不在了 他也没有配偶 也没小孩 也没有兄弟姐妹 也没有祖父母 所以他的财产是充公的 所以你妈妈的爸爸把财产都全部给这个哥哥的时候 可能就会产生一个隐忧 隐忧 那么那当然如果说另外一部分 如果说是多多一部分给妹妹有什么好处呢 一部分就是我们负条件的赠予 就是今天我给你一部分钱 假设说财产三分之一就是用信托 或者四分之一就用信托 那四分之三呢 给这个四分之一跟四分之三比例 就是说我四分之一给哥哥 那四分之三给这个妹妹 那这个负条件 说你必须要照顾 你必须要好好照顾这个哥哥 那这个情形下就是 在他信托没有钱不够的时候就要照顾他 那这情况下 钱又留在妹妹身上 但是妹妹又付有某种程度上的照顾 照顾跟付这个付钱的这个义务 这样的话就会比较取得平衡 所以说两个东西好坏都各自有 就所以我会建议说两种都要 那这样对妹妹 而且你刚提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应该这样讲 就是健康手足的话 他比较可能会有他自己的家庭 对的 对那可能有他自己的家庭 他在财产继承上会比较没有问题 是的 可是如果不健康的手足的时候 他单身的机会会比较高 对所以如果你钱都给这个 不健康的手足的时候 万一有什么状况 那财产就充功了 对就会充功 对会变成比较 那个就没得解 因为法律上的规定是这样 他你又说他的状况 他如果没办法自己写遗嘱的话 如果这那但轻度也许可以 但是会有些麻烦的事情发生 所以我建议这两个是要混合并行的 所以某种程度上还是 所以为什么说这个父母亲 面对他是很辛苦的 但我相信这个辛苦 也看得出这样的伟大 因为这个伟大就是大家才就看得出来 就是我觉得慢慢因为这 今天做这个这题专辑之后 我慢慢就可以感受到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人性 这就是我们的很就是很至高 就是不是为自己 就是为了别人 别的为了别的别的人 也不能说别人 自己的人 然后就是为了他们的幸福 那同时间今天这一集也特别是做说 我们不能只顾就是一个需要照顾的孩子 那个不需要就不需要我们烦恼的孩子 其实我们对他也要有一点平衡 就是我们对他的那概念是不要一直把他 把自己压力交给他 所以其实我们这些人 我们都这些父母亲就是需要大家团结在一起 彼此互相的 对对对 互相支持 其实就你肯定要走出来 就是要互相支持 那这样子的话 彼此互相鼓励跟打气 就这样的话会比较 有时候不然那个心里的那个气 会不容易发出来 因为你觉得怎么会上帝会这么 是对我这样 其实我的家人曾经也有这样说 为什么上帝会 就是他们孩子就是比较 就是也是有状况的 那一直照顾照顾照顾 他就觉得是为什么 难道我我做错了什么吗 我做错了什么 那其实 其实我看到这些 其实不会不是做错了什么 而是你将会做对了些什么 所以我就是没有错 因为有的事情就面对 那我只希望说我们未来因为这样 他就做对了一些什么 那这样会让受照顾的人 也能够受到照顾 有法律保护你 所以法律一定要用法律 因为人的话 他他的那个时间不确定 那法律没有问题 对因为人的话 我们刚讲过 就是说如果你委托 比方说阿姨姑姑 舅舅叔叔可能还容易 因为我被这一代人 就会觉得说 我还是一间把他担下了 对我觉得那可能性 还比较高一点点 可是对于手足来讲的话 是真的不公平 对我们说压力很大 所以其实要先克服住的问题 所以我看应该克服住 不要住在一起 那有人说妹妹生长 可是有结婚 但老公呢 就是好像 他写得很快 他说老公努力有限 所以法律的照顾义务是谁 是老公啊 他结婚就是老公 不是父母也不是 也不是兄弟姐妹 老公他结婚就是 就夫妻互妇抚养的 互妇抚养 这个有时候 法律名词好 敖口 夫妻互妇抚养的权力 跟义务 对就是互相 我们夫妻之间 我要抚养你 你要抚养我 互相就是权力跟义务 所以就是为什么要结婚 其实我会觉得结婚 是很重要的事情 就结婚的时候就 但你看 这个许诺是多大 只是我们通常不了解 原来法律上的许诺是这样 就是哦 我法律上还真这样规定 这我不是书立师乱掰的 就是他就真这样规定 那这有怎么办 单亲妈 然后去世了 只剩一个女儿 然后有思觉失调症 然后阿姨在照顾 那阿姨我毕业了 哦 那就有的时候就变成国家 就是如果亲属间就就会 如果没有处理好 就是国家有时候会一定会来接手的 会来接手 或者是说真的 就会让他在他自己想办法 因为其实国家也没办法做那么多事 有的状况就是 所以我说这很了不起 妈妈跟家人能够把他 把他处理好 就是说在40岁之前 让他有个比较独立的状态 不然到后面真的我们也管 我们管不 我们也自己都 因为自己我们自己有毕业的时间 而且时间我们也不确定 而且不确 真的不确定 我也不确定 时间表不在我们手上 对不在我手上 无能为力 所以我说我 我这辈子最希望就是我能够成功 就是我的儿子 他可以结婚生子 你快做阿公 我能够做阿公我就成功了 这是我这辈子最希望 达到的人生的目标 好 我们之后还是会更细部的 跟大家来做一个探讨 那希望今天能够让大家一个初步的概念 我们待会就要来接Coin电话 所以我们的直播就要先告一个段落了 那等进完广告之后 我们都来接Coin电话 我们在这边就拜拜 有被切掉啦 再见 真的很准 时间到就全部停 以灵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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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